如果賴清德總統不去 他可能沒有辦法跟柳玥過境 那跟蔡英文前總統一對照下來 就顯得遜色很多 就輸啦 對 所以我覺得現在 林佳龍副長跟賴清德總統一定很想出訪 利用出訪的時候去過境 但是現在變成蔡英文前總統的行程安排 變成他們一個最大的變數 因為我覺得從賴清德總統就職之後 到目前為止 可以看到比較明顯的一點是 原本大家就職之前 大家認為他是對蔡龜來說 對 但是他現在 感覺上他常常 一直想要做什麼動作 表示他才是老闆 感覺他好像還是把蔡英文當成他競爭的對手 坦白講我一直覺得這個意味 感覺上一直都存在 這兩位移民的這個事情 是以前要非處理不可 上層三層 他不處理 你從我們的法律來看 從國際的法律來看 對 你都必須要處理 沒錯 你現在所有的理由 所有的拖延 都是違反我們自己本身台灣的法律 我也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尋常 我覺得民進黨只是說 看什麼時機點 他有什麼樣目的 他就改變他的做法 其實金門那個翻船的事件 早就該解決了 是 你知道金門翻船的事件造成兩岸之間 尤其是大陸有機會 可以做他很積極的事情 比方講海峽中線沒有了 海警船可以巡邏 是 他把這個在國際上 他把再度的確認 所謂的台澎金馬 全部他是他的領土 是 這些事情他已經成功了 更重要的是說 我覺得大陸在這段時間裡面 他都在法理上面 他要站得住腳 所以你民進黨再怎麼刁難 他在法理上他先站住腳 而且他有耐心 他慢慢等 我看你要什麼時候解決 但他在大陸呢 又安撫大陸的老百姓的情緒 不要因為這個事件造成太激烈的情緒反彈 尤其我覺得最近呢 大陸也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說過去呢 民進黨一直覺得說兩岸不要交流 阻擋交流 兩岸是封閉的關係 然後我就可以去中國化 然後誤導台灣的民眾 對大陸產生仇恨 產生誤會 那兩岸之間這樣的問題 一直走下去的話 我覺得大陸也會覺得說 這樣走不好嘛 是 都不能溝通 那所有的問題都會變成嚴重的問題 對 然後變成誤會 那民進黨走台獨的方式呢 也沒有辦法讓大陸可以去化解 所以我覺得習主席他會想說 兩岸積極的交流 兩岸積極的交流之後呢 會變成兩岸積極的合作 然後兩岸人民自由的往來 才會解決現在的僵局 所以我覺得 習主席也好 大陸所有的官員 都是一直是這樣的態度的 只是民進黨一直在阻擋嘛 對 那現在民進黨也覺得說 這樣再阻擋下去 到底好不好 而且我覺得民進黨 他體會到了 像這種翻船的事件 像兩岸這種緊張的事情 到底在國際上 對民進黨有沒有好處 他也會去思考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時候呢 我要講得更嚴重一點了 我賴清德以前講得很清楚 我就是兩國論嘛 我就是走台獨的路嘛 我就走去中國化的路嘛 那這次我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那如果我在跟大陸 還可以積極的交流的話 代表什麼 代表我這樣走台獨 我走兩國論 我還是可以維持 跟大陸和諧的關係啊 繼續的交流 那是不是就鞏固了我的台獨 跟兩國論的這個 這個主調基調 我看民進黨是這樣看的 但是我看大陸 我是認為說 不交流 兩岸之間有隔閡 對兩岸之間的關係發展 是不好的 好 另外我們看到就是說 這個賴清德賴政府 他的想法究竟是什麼 我請教一下楊永明老師 因為我們看到 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也就是IPAC 在7月30號要在台北舉行 那到時候 將近有50位的海外 就各國的國會議員 會到台灣來 那但是我們知道 就說IPAC 他本來的反中的立場 就是相當的鮮明的 那這場會議當中 包括了賴清德 還有這個副總統 也都會立臨去這個演講致辭 但是有沒有可能呢 賴清德會借力實力 在這個會議當中 藉此呢來高談反中的論述 那這樣子對於看起來現在 雙方兩岸之間 像是這個翻船事件呢 有一個好的一個結果 要開始來開展的情況之下 也增添了一些的變數 賴清德在未來的這個演講 一定會延續他從520的致辭 到他的就職這個滿月的記者會 對 到他最近全代會的演講 我看就這三個主要的演講 那這個IPAC對他來講會是個關鍵的 因為第一個這是國際的 第二個呢 他們都是所謂反中的國會聯盟 國會議員的聯盟 所以呢他就變成一個雙重的這個效用 也就是說第一個是針對中國反中 第二個呢他是對國際發聲 他怎麼會放棄這樣的一個這麼好的機會 對 對不對 那他從520到滿月到全代會 其實一直的主軸就是一個概念 那就是台獨工程 他不斷的在建構這個東西 他這兩天他談台灣與中華民國 都是我們的國家名稱 對不對 所以這種偷換概念的這個做法 從他的就職演說 談的兩國互不隸屬 其實我要加兩個字 如果仔細去看他的就職演說 跟他在全代會裡面講的 兩國主權互不隸屬 加了主權 對 其實概念是一樣的 因為兩國論或兩國主權 但他不會不斷的就是說 這個添油加醋加各式各樣的這種形容詞 或者是一些把現在法律上的概念 去做替換式的漸進式的 這個二段論三段論的方式 去推進往就是台灣立國主權這個建國精神 在他全代會講的他叫做台灣國家認同 以前我們都講說雙方兩岸之間 我們講的是治權分立 但是如果他將主權兩個字加入進來 他的意涵在裡頭的話 那就完全不一樣了 不過對他來講 第一個他已經毫無忌諱了 只不過是階段性的要有一個轉換 我們叫托換概念 或者三段論 新兩國論 我們也幫他取了很多代號了 他其實基本上就是要去做完全的切割 而且我覺得北京 現在跟賴清德的這個做法的不一樣是 賴清德是很權威的 甚至很威權的 他覺得他今天是40%選上的總統 他的兩岸政策代表 不只是政治層面 軍事層面 他代表人民層面 兩岸交往層面 甚至可能將來在兩岸的經濟層面 他都要去做切割 脫鉤 鍛鍊 然後去停止就是兩岸的進一步的交往 那他憑什麼去延續禁團令 他就用這個承設警戒令 那他說是對岸的就是成都22條 把九成的台灣人都視為台獨 這個結論就是隨便他講的 但是呢他事實上是限制了台灣人的權利 如果你自己如羅文家所說的 兩岸是要有100%的善意 100%的行動 還要100%的民主自由 我這個條件加下去就不得了了 你台灣跟所有其他 這個國家地區的交往 你都要求100%的民主自由嗎 你告訴我 是不是 那為什麼兩岸之間 你加了一個這個政治性的要件 那就是你不願意去100%的行動 那當然也不會有善意 也就不會有交往 他就希望這個中斷掉 可是大陸這邊呢 我的感覺是 它是多線性多樣性 它尊著你 民進黨 是對你台灣的政府 民進黨政府 軍隊 就是說 被民進黨控制了台灣的軍隊 然後呢在執法層面 可是在經貿層面 在人民的交往層面 他其實是鼓勵相互的交往 他把台灣人視為就是中華民族 視為中國人 那不需要去針對台灣人 針對中華民族 同種族的人 而且台商在大陸的這個 就是參與投資 也是廣闊這個支持 也得到一定的成就 所以他說 他是反而有不同的這種對待的 那台灣這邊 我的感覺賴清德 他現在這個反而是比較威權式的 他覺得我做總統之後兩岸之間 因為安全 這個跟美國學的 華盛頓學的 國家安全 因為我這個國家我要建立起來 而且這個國家現在是脆弱 尋求一個更進一步的 這種國家認同 走向建國之路 這個台獨工程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脆弱的過程當中 其實要怎麼去控制兩岸之間 他也知道因為大陸這邊的軍事力量 越來越明確 連川普都這麼說了嘛 是 然後他也知道大陸的這個經濟的發展 城市的發展 觀光地區的發展 都讓台灣汗嚴 是不是 我去過太多了 過去這十年來 所以當台灣人到大陸去看 去了解的時候 不要說你連教育大陸的這些學校 都是到國際的這種競爭的層面 是不是 那我們在台灣 我自己在學校教書我都知道 我們大陸來的一些學生 那種用功的程度表達的能力 當然你台灣人這邊會說 他們都是經過篩選的啦 我想你是不是 也說他們是還開過小組會議 然後怎麼樣去發言 就這種態度都出得來 但是大陸的這個年輕人 普遍他們的程度都相當的好 但是你多交流 你就知道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賴清德現在的想法 我覺得真的是要把台灣 關在這樣子的一個籠子裡面 然後呢 不讓大家更去接觸中國大陸 了解中國大陸 所以剛剛楊老師也提到說 在接下來這個禮拜 要關注就是賴清德在IPAC的演講 這看起來會是一個 算是在520就職之後幾次的演講當中 相對的分量也是相當重的一部分 這個部分我們再繼續來觀察 我接下來我請教一下街眾老師 因為我們看到賴清德 他似乎也有一點點心急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可能他也很想的趕快 要有所的動作 在國際間的一個能量 尤其是到美國去過境這件事情 街眾老師怎麼分析 其實我覺得當選總統之後 基本上都會想要去 藉由這個出訪友邦的這樣一個安排 達到過境美國的這樣一個目的 是 那我覺得歷任總統 基本上大概都會有這樣的安排 像蔡英文總統 他其實在2016年的6月份 6月份的時候就已經出發 520就職之後 6月份就出發 他叫做音響專案 去巴拿馬跟巴拉圭 然後過境美國邁阿密跟洛杉磯 7月2號返台 但是我覺得現在有個狀況就是 可能會讓賴清德總統這邊 感覺到心急或者是猶豫的一個因素 就是現在一直有傳說 蔡英文前總統也可能要去美國 那對賴清德總統來講 如果真的蔡英文前總統要去美國的話 那那個時間最好拉得比較遠 為什麼 因為蔡英文前總統現在已經卸任了 對 所以他可以進華府 他說不定會有美國國會議員 邀他到國會的一個會議室 當然不是那個大廳 或者是有可能在 非正式的場合跟一些美國官員碰面 但是因為賴清德總統是現任總統 再加上美國現在又在忙總統大選 對 所以他的過境安排可能不會太理想 說不定連紐約都去不了 因為像2016年蔡英文總統的影響專案 他過境的就是邁阿密跟洛杉磯 那連紐約都到不了 因為在這個時間點 對於美國的行政部門來講 他當然希望減少變數 所以他在給你的過境安排上 可能就不會如同林佳龍部長 或者是賴清德總統的想法 因為對方來講 華府去不了 最後去不了去紐約 我在紐約 我可以多停留比較長的時間 我可以有些非正式的對外發言 可是在目前美國總統大選的 這種狀況之下 再加上美國行政部門 對賴清德總統 可能還是有一些些疑慮的狀況之下 如果賴清德總統去 他可能沒有辦法在紐約過境 那跟蔡英文前一種 一對照下來 就顯得遜色很多 就輸了 對 所以我覺得現在 林佳龍部長跟賴清德總統 一定很想出訪 利用出訪的時候去過境 但是現在變成蔡英文總統的行政 蔡英文前總統的行政安排 變成他們一個最大的變數 因為我覺得從賴清德總統就職之後 到目前為止 可以看到比較明顯的一點是 原本大家在他就職之前 大家認為他是會菜歸賴水 對 但是他現在 感覺上他一直想要做很多動作 表示他才是老闆 感覺他好像還是把蔡英文 當成他競爭的對手 我坦白講我一直覺得這個 這個意味感覺上一直都存在 就是他也許 真正在執行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 他還是要相當程度的菜歸賴水 但他在對外的表述 對外的姿態上面 總是給人家感覺 好像他並不太想要菜歸賴水 這種感覺 所以這個部分 一定會造成他現在在衡量 要不要現在出訪的一個主要考量 就是如果真的跟蔡英文前總統 靠得太近 那到時候蔡英文前總可以到華府 可以到美國國會 所有的風光 所有的聚光燈都在蔡總統身上 那比他前 跟他差不多時間到美國的 來簽的總統 基本上不太可能在這個曝光度上 或者這個議題的重要性上 超過蔡前總統 所以我覺得現在對於外交部 對於總統府來講 現在應該是個很傷腦筋的一個時間點 所以賴建德他也不希望就說 如果是蔡英文前總統 比他早到美國去的話 對他來講 似乎也是不太好 所以這個時間點上 他也是很難拿來 我覺得時間不能 不管是早或晚 時間如果間隔得很近 就一定會被人來比較 那一比較下去的話 顯然在目前這個狀況之下 他光是不能進華府 他的那個受 在華府引起的重要性 就一定會降低 所以金鐘老師 有沒有可能就是因為呢 賴清德希望美方呢 能夠快速的放行 所以呢他在這個 兩岸之間的一些事務上面 他也開始在釋出一些 善意的訊息 所以我們看到說 0214這個事件 似乎怎麼突然在這個禮拜之間 開展開來 是不是其中也會有 有一點點的關聯在裡頭 我覺得最起碼 賴清德總統現在 或者是民進黨政府 現在有感覺到 台灣現在有相當多的民眾 希望兩岸關係 能夠比較緩和一點 那來自華府的影響地 但華府也許不是 針對這個個案 對 但是華府 在賴清德總統就職演說之後 我覺得華府現在對於這個 賴清德總統 還有現在民進黨政府的這種疑慮增加 所以之前才會有葛萊儀 葛萊儀其實跟美國行政部門 甚至跟我們的行政部門 關係都很好 他在七月份那個 跟人家在那個 Foreign Affairs還發表 上面就強調是說 他認為台灣方面 應該要跟北京方面 要能夠溝通 最好能有非正式的一些管道 並且還特別去提說 美國官員應該私下跟北京承認 是說賴清德總統就職演說 偏離了前幾任總統的一些主張 這個其實我覺得就是 美國行政部門在放訊號 就表示是說 他們現在對賴清德政府的 現在一些做法感到疑慮 他們希望賴清德政府 能夠採取一些行動 協助美國管控風險 因為現在對民主黨政府來講 正在進行選舉當中 選情又不太好 對 那手邊已經有兩場戰爭在打 這兩場戰爭一直被 川普修理得很慘 這時候如果台海 在出現一個非常緊張的狀況 其實對民主黨政府的選舉 絕對是不利的 所以在現階段 民進黨政府 美國的民主黨政府 絕對不希望在台海的緊張形勢 再迅速升高 所以一定有像賴清德政府 表示是說 你必須採取一些行動 來緩和這個兩岸之間 那個緊張對立的一個氣氛 它未必是針對214 但是我覺得美國一定有 傳達這樣的一個看法 楊老師有不同的看法 我對於這個 因為颱風而延遲的這一次 就是說金門214事件 兩岸之間的協商 我覺得其實兩個因素 第一個不要忽略 其實陳宇貞委員她的傳說 她的就是說努力 沒錯 那第二個 我個人覺得 我覺得其實北京是認為 不能夠讓這兩位漁民的遺體 繼續這樣子毫無限制的 繼續留在軍門 是 所以呢 在陳鈺貞委員的穿梭之下 他們覺得這個事情 就先就這個事情來談 我倒不覺得說是我們台灣釋放什麼善意 你真的釋放善意你的調查呢 你的真相呢 你的道歉呢 你的賠償呢 是不是 在事發的第一時間 當然真相調查 這個要出來 然後呢 這個沒有嘛 到現在為止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們真相是什麼東西 我也沒看到什麼真正的調查 我管閉林提的這個海委會的報告 連立法院都覺得就白紙幾張 然後我真的不相信沒有什麼錄影 這些的資料 但是這個都我們討論過很多 但是時間拖到後來的時候 這兩位漁民的遺體 到現在為止 金門的地檢署也不起訴 也不結案 因為他要解剖 但是對岸的家屬不同意 所以這個事情 沒有什麼絕對一定要解剖之後 才能夠去繼續調查的 你可以依照法醫的意見 然後呢 你就自己認定嘛 你就認定說台灣這邊完全無罪 都是大陸這邊自己來衝撞 不知一直民進黨就是這麼認定嗎 是 那為什麼地檢署不認定 對 因為一旦結案 你遺體要怎麼還回去 那就要跟對岸去談了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開始有一個主動的了 所以現在變成是 陳雲川委員的 這個就是說 穿說之下 大陸這邊了解 我覺得他就 我剛才講的 他把人民的事情是當做人民的事情 經濟的事情當做經濟的事情 兩岸之間 政治是當政治 軍事是當軍事 他不會把它通通綁在一起 有的時候有一些會有 但是呢 這個事件 他如果繼續的 讓兩個議題在這邊的話 第一個其實不和人道 第二個大陸這邊 的民間也會強力的反彈 這個反彈會擴大 所以我倒不覺得說 我們要把這個事情 說是賴清德這邊 這個釋放善意 然後因為去就是說 這個表現出兩岸之間 那他其他前面 完全沒有任何的善意 周老師怎麼看 我認為民進黨從頭到尾沒有想要 釋放善意 從頭到尾不會想說 做這件事情 美國人會改變 對他的看法 美國人對賴清德的看法 其實很清楚 你就不要給我法統上 真正的去修下 你嘴巴講幾句話 也不要講得過頭 你講得過頭 我就警告你 那美國人也從這到尾 就認為說 這個兩岸之間的事情 你們必須要兩岸好好談 但是賴清德 他們一直搞兩國論 一直搞台獨 然後一直去罵大陸 那這個情況不可能改善 我認為這個 這兩位漁民的這個事情 是民進黨非處理不可 他不處理了 你從我們的法律來看 從國際的法律來看 對 你都必須要處理 沒錯 你現在所有的理由 所有的拖延 都是違反我們自己本身 台灣的法律 不要講違反人道了 違反人道那是嚴重至極 那你這樣的去違反這些相關的法律 你根本站不住腳 我今天要講的是 大陸已經夠克制的了 他沒有拿這個議題去炒作 他就還是要把台灣兩岸的人民 當作是自己的同胞來處理的 你要知道在這件事情上面 大陸的他自己在法理上 他站得住腳 人道上他站得住腳 人情上他更站得住腳 他希望用這個議題 變成兩岸人民可以真正了解到 兩岸之間的問題 是好好可以坐下來談的 而不要去搞這些花樣 可是這樣反而凸顯出來 民進黨你沒有人道 民進黨你沒有守法 你民進黨沒有守法之外 你還有更糟糕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你視法律於無物之外 你更沒有正常的一個 政治人物應該對待人民的 一個正確的態度 我覺得這個衍生下來之後 對民進黨是極大的傷害 非常大的傷害 所以我認為他這個階段 他必須要處理他才處理 因為已經五個多月的時間 這個事情必須要處理 而且更何況 你要講這些交流 講這些事情 本來就是應該的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上 講得清清楚楚的話 我們的憲法講得清清楚楚的 本來就應該自由的交流 是誰在阻擋 不是羅文家講的 百分之百的民主自由 或什麼東西 互相 我覺得根本就是 民進黨在阻擋 民進黨從頭到尾就在阻擋 但我覺得民進黨 一天都在撒謊 然後一天去罵人家 然後自己又認為自己 在這個小的山頭立起來 變成我是總統了 所以我可以為所欲為 我可以膽大妄為 我覺得在現在這個階段裡面 民進黨可能會碰到一些 他自己都想像不到的一些 國際上對他的壓力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他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ule Your Care